1996年的时候 当时北京的城墙已经危在旦夕了 山江东是组织一个爱北京城 捐城墙砖 当时应该说是北京城的南京老少 都参与进来了 当时要修北京名城墙的时候 去砖 有的老百姓就来送砖来了 我们就觉得这事很好 燕成老师他就组织这个 现场的捐砖的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 我当时有一本化名册 好多人 就是六几年的时候 拆于北京城墙的时候 都进老百姓家了 这个96年都给搬出来了 当时很多人就是把过去 从城墙上取下的砖 搭这个小厨房啊 补偿的室啊 当时把防空洞的时候也用了很多 还有单位用它做的煤墙 把砖取出来 这运动工地有一个热线 然后我们媒体就报导 当记者来到位于北京站东介的这段 明代古城墙下时 正赶上国家和北京市文物部门的职工 在这里义务劳动 有关市领导和一部分志愿者 也正一起协助市文物部建工程公司 将搅下来的城砖一块一块清理 搬远忙忙好 像您搞了这么多年文物 像这样的场面 您经历多吗 也就是这次这个爱北京城墙砖的活动 这个今天呢都是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是受这次这个老百姓吧 继续参加这种活动的受的鼓舞 那个时候这个自行车后面每一块砖 那儿都很丢人的 是一个风潮 对 一种热潮 对 引出一个故事来 那个当时呢 苏联园店的三才山 维权柄桑固 维权柄桑固 它呢是五十年代盖的 我去了好长的围墙 都是用纯枪砖的 正好拆运的门 就拿马车运过去了 哦 修那个门的时候正好 我运不上了 运不上了 把围墙拆十米 拿红砖给它砌上 然后给它堵齐了 整个的北面的一面墙 全部都是明朝的旧砖 嗯 很有意义啊 物归原住 物回原住 也是文物保护的一个原则 就你别像那个老砖旧砖 哪怕半头的这砖 但是呢 它真的只能很好 这项工作的意义 我真是终生难道 每天热线电话 对 都打爆 然后呢 这些砖都用到了 包括这个 用定门的修缠 嗯 大概捐了多少块砖 五十万 五十万块 哇 它是一个取得 这些文物保护资源的 一项行动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唤起 人们爱自己的城市 老百姓 发自内心的 参与文化一项保护 嗯 今天文物保护 它不应该是一个政府的专利 应该是一般民族都能够参与一下 我们作为文物保护的工作者呢 就应该把文物保护的知情权 哪修 为什么要修 它意义是什么 参与权 就你们也可以能够参与进来 享用权 就完以后 这是公共的空间 公共的公园 大家都能享用 还监督权 就是我修得好不好 你们都有权利说 嗯 这四个权利应该交给我每一个市民 嗯 大家就觉得我是有权利的 但是我也有责任 责任 我能参与到文物保护的一项工作从来 现在就可以挪动到店内 对 能坐在皇帝宝座上吗 我可以去模拟这个情形 从这儿进去 鼠标的这个视角可以往下一点就可以 这应该是皇帝的宝座 是的 这个时候就你可以下降下来 然后我们切一个视角 嗯 然后这样这样子挪 然后现在你的人物是在这个 在那宝座上 对 能坐下吗 能坐下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比例会更大 所以现在就相当于坐在这个 对 老师 您好 您看到我了吗 我找到您面前了 这是你啊 这是我 哦 我跳起来了 你又在 这是捣乱的啊 哎呀 这是我的来产的对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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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Present WAR 啊这是在进行这个 这是在做木构杖的地长 嗯 这次做的是一马武灰地长 一马武灰 一马武灰地长呢 一共有十三道功 Spider 展侃见木 私奉 下竹丁 倒枝香 捉缝辉 冲辉 尺码磨码 压码 中灰细灰 磨细灰 酸生油 主要是对这个木材呢 起保护作用 为什么那么多道工序呢 就是每道工序 实际上都是不可缺少的 你少了这道工序 将来可能第二年就落下 效果也就不好 十三的 那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应该不会低于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因为它十三道工序 你每一遍都得干了 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你不干你就不能做 做了就要出质量问题 所以这文部修复 就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性子 所以古建柱的修复 是非常不容易的 什么叫工匠精神 这就是工匠精神 这就是工匠精神 真正 ann Böyle